恐怖份子跟女孩子的差別就是 恐怖份子可以談判 今天搞了一個新的麥克風回來 好不好設備是不斷的一直升級再升級 啊我的那個腦波很弱啊 我有時候半夜逛一逛 然後看到什麼新的東西 玩意了我就處理下去了 T4救護車的故事就是我講的故事 欸我說的故事都真的耶 那天那個我那個CAMERY的那個影片有沒有 我是不是有講說我多年以前去台南買 你們去看那個留言我把它置頂了 滴血認清好不好 他有來留言就是說我講故事就是真的 真的我買的就是他家的車 好我們沒有在編故事好不好 T4救護車那沒什麼啦 其實就是以前那個T4救護車都是 就是時間到了他們會打出來嘛 會流入市場 那他價差很大會很便宜 因為很多車商不會買也不敢買 啊你敢買就賺去這樣 那個同行買了三個月沒開市的 不知道三個月還半年我忘記了 都沒有開市啊 原廠避震改短堂皇會有什麼後遺症嗎 以前很流行這樣改 以前有些車行啊 車收回來有幾個東西一定要改 第一個大包 第二個仿BPS旅圈 885旅圈 然後避震的話 他們只會換短堂皇 因為短堂皇比較便宜 我記得一般的車短堂皇一組都三四千塊而已 以前還有流行減堂皇的 就是把原廠的堂皇減短 然後車落低 就很好賣了 改短堂皇 其實因為他整個你車身的 所謂的CAMBA 就是那個角度啊 車身輪子的角度 跟你底盤的角度 跟他的受力硬力 已經跟原本設計的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其實你 雖然你車身降低了 但是你對於其他的 比如說你的桶身啊 比如說你其他底盤的一些拉桿 那一些零件材料啊 其實都有蠻大程度的影響 也就是簡單講 耐用度會降低啦 就車工的那個老闆阿吉有講 你如果這個車子太軟的話 有時候你經過一些比較大的坑洞的時候 那你車子彈跳之後呢 落地之後那個動態也是非常難掌控的 有時候如果地比較濕滑啦 或是你輪胎狀況比較差 你可能就會打滑 所以其實底盤是很全面性的東西 坦白說 並不是只有改一個避震器 或改一個堂皇 這麼簡單的事而已 其實各方面都接連的影響到 我常在說一件事情 就是現在其實外面有流行改車 什麼改晶片啊 改排氣管啊 改東改西改一大堆東西對不對 可是你想想看 原廠他這麼大的一個財團 然後他出了一台車 難道他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測試 測試出最完美的這個工油的比例 變速箱的邏輯 要兼具這個省油 要兼具這個運動等等 他都要各方面都要考慮到 然後要送檢測過了 他才可以量產上市嘛 他還要實測對不對 要不然怎麼會有偽裝車啊 什麼先做一些道路實測 所以你外面那些改裝廠再怎麼厲害 你沒有原廠的 這麼龐大的技術人員啊 電腦啊 等等的那種硬體跟軟體的資源 我當然我不否認 還是有一些很強的改裝廠 比如說那種改到真的 連原廠都認可對不對 我們大家知道什麼AMG的 什麼Blovers 有的沒有的 反正就是改到連原廠都認可 變成御用改裝品牌 那當然是有的 可是畢竟那是少數嘛 你大部分如果是一些比較沒有經驗 或是土法煉鋼 甚至說拿這個客人的車 來當實驗品 寫電腦程式 反正炸掉了再來灰 已經炸掉了再來灰 對不對 你如果要這樣用 亂改我是覺得不太好的 所以我覺得原廠他的調整 還是有他一定的考量在裡面 對想請問小師哥 對SWIFT 1.2郵電的評價 女生新手第一台車 通勤偶爾出去往會不會養得很辛苦 不會 真的不會 其實很多日製品牌的小車 為什麼他的價格這麼好 二手車的市場的價格這麼好 就是因為真的穩定度蠻不錯的 基本上我的預計 你基本上買了類似 比如說FIT 或者是SWIFT這種車 你可能五年以內 你不用太擔心 這個車會跟你要到什麼錢 大部分都是你自己出去的有錢 或者是停車費等等 稅金等等的花費 其實以外你要花在車上面的錢 真的其實不多 了不起就換個輪胎嘛 換個煞車皮啊 做個保養啊 然後 二手車想入手老車 SOLIO好 還是SWIFT好 躲散率哪個家 SWIFT吧 因為SOLIO現在有個問題啊 SOLIO其實他現在 因為他板筋很薄 安全性其實不太好 然後他也很容易生鏽 我覺得不太符合現在的使用 SWIFT至少還沒有生鏽的問題 但SWIFT還是有些問題啊 SWIFT老一點的 他還是有時候會發生那個 你如果買到保養不好的 SWIFT的話 已經會有吃水問題 還有SWIFT壓縮機很容易 要買A4AVANT 有什麼要注意的嗎 沒有啊 你現在買福斯奧迪 大概在2014左右那個年份的 你就是要注意他的變速箱嘛 里程不要買太高的 肉油問題稍微看一下 吃雞油問題不要太嚴重 對 吃雞油是一定會吃 好不好 行車交車都附送雞油 但不要太嚴重 他們所謂太嚴重 就是你每一次的 比如說你這次保養 到下次保養5000公里 然後就亮油燈 那就覺得有點太快了 你3000公里就亮油燈 那真的太快 那可能就是你的雞油 有地方在漏 或者是吃的太嚴重 好我再講一遍啦 很多人都會說 小事我可不可以去你那邊逛 你現場一兩百台車子 可是你網頁上 都只有二三十台而已 那我可不可以現場去挑 你沒有整理的 那其實就算你來到現場 你看到的還是 是跟網頁上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有一大半的車 都在排隊檢查 然後測試整理 或者是已經賣掉代交 還有一些老闆 讓他收回來 不知道幹什麼 沒有賣的 你現場來挑 我還沒有檢查 還沒有整理的車 我也不知道要跟你開多少錢 價錢我也開不出來 所以賣你貴 我又不好意思 賣你便宜 我又刷賽 所以就是我們還是希望 就是以網頁上面的車為主 然後你有看到網頁上 你有喜歡的車 你預約來現場看 這樣比較好啦 因為現在賣的速度比較快 然後後面的進車 檢查 整理的速度比較慢 所以 才會造成大家覺得我的車很少 然後再加上有一些車真的很快 就被秒掉了 所以 你們會覺得我沒有什麼車 而且常常 你們會覺得說那你整理不出來 那你就多找幾個廠商一起幫你整理 現在問題來了 我大量的車整理好出來賣 可是我沒有那麼多的人力去檢測 我沒有那麼多的人力去賣這些車 然後 會造成什麼 我車一大堆掉上去 結果賣的人只有這些 然後他們每個人都賣了好多車 然後交車交不出來 交車交不出來 就品管會不好 品管不好呢 他們就會被幹掉 就會被客訴 客訴傳到我這邊 我就會幹掉他們 然後又會損壞我的招牌 所以其實那個 貨物進出的流速也是要控制的 並不是 淫昧的說 我丟了嗎 真的丟一兩百台車給你們選 然後每個月賣一兩百台 然後我就賺得很爽這樣 沒有 這樣品管會很差 這樣我可能要請很多人 那我也付不起這麼多人的薪水 我再次強調 我們公司的每一個業務 我都是扎扎實實 按照勞機法的規定 勞健保 甚至我們還加保意外險 所以光員工的基本薪資 對我來講壓力已經很高了 你看十幾個人 不要 我們不要講 一定有更高的嘛 我們都不要講 都算基本工資 十幾個人就二三十萬 所以那個對於一個 可能我還是小公司 我比較不會賺錢 我會覺得說那個壓力 其實就蠻大的 那天有一個朋友來跟我分享 他說 他們有一些車行 他們的薪資計算方式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們說4萬 他就PO出那個 真財廣告 這個 起薪4萬元 那就去了 結果後來是說什麼 起薪4萬元 你每個月一定規定 你要賣5台車才有4萬元 就是我給你 你每個月30天過了 我會給你4萬的薪水 但是這4萬 你要至少要賣5台車 少一台扣5000 也就是說 你這個月如果只賣2台車 你要扣1萬5 你只能領2萬5 倒扣的你知道嗎 你如果這個月都沒賣車 55 25 你就只能領1萬5千元 如果大家可以這樣請我送死 真的啦 更不要說那些1萬2起薪的 如果我真的 我這個店可以這樣搞的話 媽 請30個50個 我都很開心 我還請他阿呆 薪水那麼高幹什麼 我都請1萬的就好了 1萬2就好了 這個基本 基本款先來個20個 3年跑10萬 10年跑3萬 同系列車哪個產值好 3年車他就算跑10萬 他的價格一定還是會比10年的車跑3萬來的高 3年的車就算他跑了10萬 他會比一般的跑少的車便宜 但是也不至於便宜到跟10年車一樣 沒有差那麼多 所以以價格來說還是3年車會比較高 小師哥對福特庫格三缸引擎的看法 不會我覺得他現在的引擎還不錯 其實現在三缸引擎好像已經變成有點主流了 因為他體積小嘛 然後輕嘛 也許對他們的生產成本來講也比較低啊 那我倒覺得是 無可厚非啊 你看我的B&W也是一樣啊 所以我覺得那個就是一個潮流嘛 就當他現在全部都為你吃這個東西的時候 那你就是買了 我倒覺得說如果到了那個時候啊 不管兩缸三缸四缸幾缸都好 那我們要買這一種國產車 或者是這一種居家型的用車 我們只求他毛病不要太多 然後我覺得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出毛病的時候 原廠到底給我什麼東西 他給我什麼服務 我覺得這很重要 其實我以前一直常常在講那牌一件事就是這樣 我覺得很簡單 台灣人都願意支持台灣的東西 但是你反饋給我們的服務到什麼水準 對不對 如果我修一個東西我都要等料 我要等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三個禮拜 你有沒有借我代步車 或者是這段期間我在等料的期間 我會不會行駛中我會不會造成危險 因為我有一個東西是壞的 我現在要修 可是你叫我要等兩個禮拜等材料來 等等的啦 我是這樣覺得 像我們在賣我們的二手車 我從來都不去講說 我告訴你小事的利手車絕對不錯 我跟你說 你回去絕對不錯 不用擔心啦 你一定養個期啦 回去花不了你什麼錢 你只要記得加油就好了 跟小事買了車 媽他絕對不會有問題 我如果店裡面員工有哪一個跟你講這句話 你馬上跟我說 我馬上就把他file掉 好我們從來就沒有在訴求說 我們的東西是最好最棒 不會壞 好沒有這種東西 我只是在說 萬一這個風險發生的時候 我們風險是低的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萬一真的還不幸發生的 有沒有人給你做好完善的售後服務 30萬預算買13年的S-CAP還是年份新的Livina呢 這個問題又有盲點了 因為兩個東西是完全不一樣的 S-CAP它是一個比較高的一個休旅車空間更大 那Livina它是一個屬於比較帶步型的一個小型的家庭用車 所以你如果用不到那麼大的空間 那你買那麼大的S-CAP你就給了油的對不對 你需要載一些東西 然後你喜歡開高一點的車 結果你去買一台Livina也不對 所以一切要看你的喜好 跟你使用的習慣去選 沒有一定哪一個比較正確比較好 請問小師哥 你好像都比較少拍Volvo的車介紹 對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好像還沒介紹過 可能是因為之前 在那個盈婷姐的節目有講過Volvo 我就覺得好像都差不多是這樣 因為坦白說 我自己本身我比較不喜歡Volvo車型 然後我也比較不喜歡Volvo開起來的感覺 雖然我覺得它很棒 就是它結構很好 安全性很好 配備也很好 然後二手車CP值很高 但是它的車款 跟它開起來的操控起來的感覺 我就是不喜歡 所以我賣啊 我還是賣 它是好車只是我不喜歡 好不好 對不對 我不喜歡不代表它是不好的東西 所以我就說了 韓國車不是不好 是我不喜歡 為什麼原廠KEYS比外廠貴那麼多 外面複製有沒有風險 你是說複製晶片鑰匙是不是 如果是你說的是那個複製晶片鑰匙的話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太大的風險 那為什麼原廠比較貴 原廠有什麼東西比較便宜 你跟我講 原廠什麼都比較貴好不好 因為他們公司大啊 他們有這個漂亮的展間 這個整排的落地窗還要定時的 定期的找清潔公司來洗這些落地窗 對不對 裡面還要穿幾個梅子 穿個這個OL服裝 穿個黑絲襪 踩個高跟鞋 對不對 在那裡蓬茶給你 請問需要什麼服務 對不對 要請問這個我們有提供厚片 你要花生的還是草莓的 你要喝咖啡還是喝拿鐵 請問你要喝什麼飲料 那都要錢對不對 所以原廠櫃是合情合理的 阿吉的師傅問說要不要降車身 我還在猶豫 暫時原車高設計 我覺得那個沒有一定的答案 然後車降不降 然後避震器要多軟多硬 我覺得那個沒有一定的答案 依照你的使用性可以去調整 所以我覺得我喜歡用這個高低軟硬可調 就是這樣 你可以依照你的心情跟喜好 有時候你裝了避震器 一回去老婆坐到就靠腰了 你就剉賽了 你如果換套裝你就剉賽了 來 買車可不可以全額貸 大家在網路上都看到很多什麼 全額貸呼吸專案 一張這個身份證 就可以這個全額貸款 免投款 那可不可以全額貸 要牵涉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這個 車子的年份 還有它的車礦 還有你的信用收支狀況 那基本上大部分 大部分正常的狀況 一般都是要自備一成 因為這個一成 可能是要負擔你一些稅金 或者是這個 銀行希望你有一些自備款 所以通常是一成 那不是沒有全額貸的機會 如果車子 譬如說它有一點瑕疵賣便宜一點 或者是這台車 它是一個冷門車 市場價值很便宜 可是銀行見價很高 那有可能可以全額貸 所以不太一定 但是我覺得大家如果想要買一台車 正常的國產車 市面上流通比較廣泛的國產車 你還是要自己要自備一成 會比較理想 那更不要說你要買一些雙B進口車款 福斯啊 奧迪啊 雙B的車款啊 Volvo啊 這種進口車 更難全而待 為什麼 完了 好不好 你如果沒有錢照顧它 你更不要說你有錢繳得起貸款 所以通常 越是這個進口車 它越是希望你自備越多錢 買車的 如果要貸款的話 大概有什麼流程 其實沒有 我跟你講 其實貸款是很簡單的 你不管買新車買二手車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流程 你看完車 你決定下訂簽合約之後 我們就會請銀行 來跟你聯繫 那它就會 這個電話中跟你 了解一下你的工作狀況 你能夠提供哪一些的 佐證的資料 它就會麻煩你準備好 準備好之後 它就會約時間 來跟你做 簽署一些對保的文件 那二到三個工作天 審核完成之後 它就會撥款 撥款之後 它就會通知二手車商 可以過戶了啦 那二手車商過戶之後 它就撥款 好 跟買房子什麼都一樣 大概都是類似這樣子的 所以其實貸款 沒有 沒有複雜很多 只是中間多了一個 簽署銀行文件的這個過程 這個流程而已 其他都是一樣的 小師為什麼不賣7系列或S 沒有啊 就是覺得問題比較多啊 就不想賣啊 而且我覺得那車本來就不是很主流 一般正常的人很少會想要買S 或者是7系列吧 而且的確 我之前也分享過 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我怎麼覺得 B&W有沒有 不是有什麼 1 2 3 4 5 好 6系列 7系列對不對 可是 往往我覺得7系列就是會比 3系列問題來的多一點 好 反正就是媽 等級越高的車問題越多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一直都是這樣 已經很多年了 19CX3有什麼需要注意的 不用啊 沒什麼好注意的啊 一樣啊 那些中古車問題嘛 事故泡水啊 什麼里程數高啊 什麼有的沒有的 避免掉就沒事了 那個 馬自達現在的車其實穩定度真的蠻高的 所以你會發現我馬自達的車騎也進蠻多的 我跟你講啦 我一樣啦 我跟你講那個車賣了以後 數位很少的那種車我才會喜歡賣 你知道嗎 那個車賣了Syber一大堆那種車我也不想賣 煩死了 我每天啊 嘻嘻哈哈過日子不好 我要在那邊被你煩 對不對 問題一堆 我也就 我也就 很壞的啊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問我為什麼不賣 盲底喔 啊 我就很簡單啊 我之前賣過兩三台媽 每一台都削賽都落賽 啊回來修 媽修過了要死 啊 小毛病又一堆 啊媽客人怨天怨地又要怨小師 啊 你怎麼不去怨福特做出這台車 怎麼問題那麼多 對不對 我媽挑 里程再少 狀況再好都一樣 好 像都像美麗 跑都跑不了 一個都別想跑 啊 後來就決定 啊 盲底歪歪了 賣賣賣啊 好 大概就是這樣 真的啦 那個 當初我說三台盲底歪的其中 哦 七八年前 買其中一台的車主 到現在都還在跟我聯絡 好 我們還一起 出過國玩 你看感情多好 賣他一台盲底歪以後 修車修到兩個感情多好 你看 修車修到他認為說 這個車不是小師的問題 是車真的蠻爛的 他說我去 我去這個俱樂部查 大概也都是這些問題 好 小師 你放心 你不用自責 這不是你的問題 哦 媽弄得我舒服多了 所以到現在 我們還是很好的朋友 好 所以之後就不賣了啦 啊 是 事實上我覺得這樣也不錯啦 就是說 鎖定一些車款來賣 其實對我來講也比較輕鬆啊 要不然 這麼多的 車款 因為二手車比新車車款 多太多了 你光一個廠牌的其中一個車型 搞不好從1990年 到媽 2020年 都有 中間改過三代五代 我如果要每一種都買的話 我真的也買不完 所以我覺得鎖定車款很棒 我以前就有 曾經有個夢想啊 我想要開一間二手車行 不用太大 大概20台車 30台車左右 好 我就全店 我就是只賣女孩子用車 賣一些march 拉 matis 以前啦 還是這個小車 對不對 smart 小車啊 可愛的Polo Lupo 小台的啊 圓圓的 對不對 mini啊 都放一些女孩子會用喜歡的車 Hello Kitty march 有沒有 薰衣草 march tiffany march march 有沒有 像我去日本啊 我跟大家分享過 我去日本考察過 因為他們有很多很大型的連鎖店 真的是全日本連鎖那種大型連鎖店 有的甚至開在這個百貨商場的這個展間一樓這樣 那他們有一些這個小小車行啊 我後來發現說 他們開始會去做一些比較專門的一個會 focus在某一個品項上面 比如說某一間小店他只有20台車在日本啊 他可能都只賣K卡 K卡就小台車 600cc 800cc那種小台車 然後某一些車行他專門賣一些雙門跑車 就是整間店都是放雙門跑車 或者是整間店都是放那種 吉普車 四輪傳動的吉普車 我就覺得說 欸 其實這樣很棒嘛 因為你那些小車行你要怎麼生存 你就是要把自己這個專業再提升 好把你的品項呢再更加的精準化 要不然他們生存不下去 別傻了 賣車給女孩子最會死死尿尿的 沒關係 我們這一家店就是 我們就是要讓這個女性的用戶對我們死死尿尿的 好不好 他越依賴我們 我們越開心 有什麼問題 手煞車不會放 低檔不會打 沒有關係 我們都會教你 手把手 一對一 明師輕手 好我們就是會教你 你來 對什麼死尿都來沒關係 看要死要尿 我們就是手把手都教你 我們就是為了開這間店 就是要給女生的這個想要買車的這個 女性車主們 有一個人可以依賴 在他心情不好的時候 有個人可以安慰他 甚至他不會開車 他來買了車 他還不太會開 我們有這個專門的男性教練 好我們會親自呢 這個帶著他保證教到你會上路為止 那再怎麼教你還是不會的時候呢 沒有關係 好你只要你願意 好多付一些手續費給我們 我們也可以幫你安排 這個司機 看你要去 shopping 還是要跟朋友聚餐 好我們開著你買的車送你去都沒有關係 這個沒有問題的 好或者是說你有時候你覺得 今天這個車開開覺得肩膀很痠 沒有問題 我們這個職人的精神就是這樣 我們還是會安排我們的服務人員 親自呢幫你做一個紓壓跟按摩的一個動作 如果很醜怎麼辦 剛讓你怎麼可以說這種話 女孩子沒有什麼叫做漂亮跟醜的 你有看過錢是醜的嗎 錢再怎麼髒他還是錢 一千塊掉在地上水溝裡撿起來臭的鑰匙 洗乾淨他還是一千塊 我們看的是這個女性顧客的美醜嗎 不是好不好 我們從來不是 我們是秉持著服務的精神 我們不挑客人 我們都可以提供所有你想要的服務 我們是賣車的我們不是牛郎店 我們是賣車的 好不好我再我再說明一下 我們真的是賣車的 好不好 所以以後我們有有機會 這個我覺得應該要開一個這個面向女孩子的這一種 讓小織女地方的媽媽都會很放心的 買一台這個代步車 買菜車的一個店 好我覺得這樣還不錯啦 真的這個我覺得這個想法是 如果這個現場 有想想要投資小私的這種 這個小私汽車招牌到時候是粉紅色的 那這個如果想要這個支持小私圓夢 有意願要投資成為股東的 再幫我打個加一 我來看一下這個有沒有機會 我們來開這個牛郎店 不是二手車店 看有沒有機會 有意願來這個集資一下的 幫我打一下加一 那如果這個沒有問題 人數夠多的話 我們就這個提出一系列 一整套的計畫出來 女生開車不是也解決需求 不是喔 女孩子要的元比你想像的更多 好不好 好啦就這樣了 處理了啦 我來研究一下處理了 那我們的店門口 會掛上很多這個男生 我們服務人員的相框 你在門口就可以看到我們這個男性服務人員的照片 比如說有一張照片可能是泰山有沒有 然後有一張照片表框是阿呆 阿有科P有沒有 大家的照片都會掛在門口 好 供你們瀏覽 所以你們這個在店外的時候 你就可以先挑一下你喜歡的服務人員的類型 好 喜歡的服務人員的類型 那你進來之後你就可以指名 請問有沒有指定的這個服務人員 好 沒有指定比較便宜 指定要加趴對不對 跟那個指定設計師一樣是要加趴的 好 夜王 對對對 夜王 歌舞伎丁 消費金額需滿多少才可以指定小吃 喔沒有 我夜王耶 欸 夜王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哈 夜王的意思就是 我 只有我挑客人 呵呵呵呵 好不好 沒有客人在挑我的 好不好 那個東北梨先開了 我不是羅蘭杜 我是羅斯蘭 畫面沒有 沒有一直都沒有畫面 他已經卡很久了 我們先從台北開始啦好不好 先不要研究到新竹去啦 我們就先這樣處理了 我們就先這樣處理 我先來研究一下這個 女性用車專賣店 他這個男性子部 羅斯蘭 羅斯蘭 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 呃 哈哈哈哈 呃 羅斯蘭 我們也是很多女性觀眾很支持我們這種 專門為女性設計的一個二手車專賣店 啾咪二手車專賣店 好啦 今天時間差不多 欸我看到他媽的扯這個 羅斯蘭扯了 畫面卡那麼久 時間也過那麼久了 好啦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齁 大家晚安啊 掰掰掰掰 齁 大家晚安 再見 再見 感谢观看